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的單元 我們在每一年的開年之初 都會來跟陳聰院長來討論 在一個年度的開頭 那麼所謂的黑天鵝 那麼他在2017年也預告了 很多隻黑天鵝 那麼這個黑天鵝 其實後來 在一個年度的開頭 都出來了 包括川普的當選 那麼這當中 我們看到進入2018年之後 大家可以感受到 未來的世界 看起來它的波動會更巨大 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來回顧一下 2017年全球的股票市場 相對是最平順的一年 我大概把全世界收集了一片 大概只有深圳的A股 是下跌3.56 其他的市場 全面都是一個大漲的漲勢 包括美國的道琼指數上漲 23%多 但是如果把金融海嘯到現在 那漲幅更驚人 你看到道琼最大幅度 已經將近百分之300 S&P500 312 這個費城半導體漲了700% 而納斯達克100 有蘋果 Google這些指數成分股 它漲了540% 這個是到一個不得了的地步 我們看到道琼指數 它從6469 一路到25500多了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另外亞洲 印尼漲得快5倍了 另外印度漲348% 菲律賓漲了425% 台灣大概漲176 相對於在亞洲來講比較小 但是連日本都漲了242% 大家可以看到2003年 日本到現在 它再度創下新高了 我們再回來看看到2018年之後 升息開始出現一個大家關注的變數 那麼到底這個現在美國的資金派對 在2018年要結束了 我們要來今天請教陳院長來看看 在2018年當中 所謂的黑天空到底會有哪幾支 來請院長開示一下 院長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想剛剛我已經稍微把全世界的情況 跟院長做個簡報了 好 院長現在來看就是說 美國在現在包威爾上來 有人在包他最少一個是QE結束以後 已經在柏蘭克時代QE結束了 那現在葉倫升息的好多次 今年最大的一個叫收錶 那這個收錶 我們從來沒有使用過 那大家也很關注說 今年美國的這個 包括升息收錶一起來 到底會全球對金融市場 帶來什麼影響 院長在這個議題上你怎麼觀察 對 謝謝 我想剛才主持人特別提到 全世界的股市 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其實這個情況 只早在前年10月的時候 國際貨幣基金已經有一些預言 就已經看得出來 去年的股市其實是會比較好的 那當然也許這個幅度 沒有像國際貨幣基金 想像那麼大 國際貨幣基金沒有孤了這麼大 但是股市的榮景是 國際貨幣基金老有預期到了 那剛剛提到美國的情況 其實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名字 叫縮表 就是資產負債表 要把它縮小一點 這個問題 我覺得也是很有趣的 為什麼 因為美國 其實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的時候 整個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 大概只有8950億美金 可是到現在 你看4兆5000億美金的一個 所以這個等於是一個人 變得胖得不得了 但是最可怕的是 這個4兆5000億美金裡面 大概有相當大的比例 是我們認為不是很好的資產 譬如說他有兩兆七千多億 是屬於什麼 屬於財政部的債務 就是美國公債發出來 他就買去了 那這是標準的QE 就左手到右手 更可怕還是什麼 大概有一兆七八千億 是屬於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就是那種我們當初講說 房地下抵押債券 那種證券化以後的 那個是一般講起來 是品質不好的東西 任何國家的中央銀行 在轉融通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收這個 當作單包品 或者把它收買進來 但是美國為了應急的話 所以從2008年 ZERO完全沒有這個東西 都專門收這個 一直到現在 有一兆七千八千 七千一到八千億 所以這個其實是蠻可怕的 所以您剛剛提到一個 我們像我們當觀眾看起來 就很有趣的問題 其實對美國新任的這個 Fed Chairman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對 因為同時他面臨到什麼 他知道一定要收錶 因為全世界的專家 都告訴他要收錶 但他現在碰到一個問題是說 剛剛通過了美國新的預算 剛剛這個 要舉債上限 舉債上限要提高 那大家這次美國的這個稅改 大家說十年內會增加 1.5兆美元的這個缺口 或者債務 可是事實上 我們看過去這一年多 美國債務 已經從這個1.19.5兆 到這個20.05兆 所以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你說十年內只增加1.5兆 我是不相信的 因為沒有這個稅改 都可能會增加1.5兆以上 那何況是有這個稅改 所以在同時碰到這個稅改的情況 碰到預算 財政預算要增加的情況 因為財政措施還是要採取 再加上說川普有很多怪招出來 所以這一位聯診會主席 他是不是能夠按他預期想做去說表 我覺得不容易 所以我上次曾經講過 以前有位聯診會主席 是美國聯診會主席 有史以來任期最長的 叫做William Martin William Martin 他做了十九年多 他曾經講過一句名言 他說當這個Party 剛才這個主持人講 派對 剛剛Party 剛剛開始的時候 不是結束 剛剛開始的時候 他說中央銀行 最重要就是把這個Punchball 就是那個雞尾酒的鋼 要拿走 可是現在問題是 不是雞尾酒鋼 在Party開始要拿走的問題 是說這個 這個Party快開完了 快開完了 大家已經喝了爛 再加上說聯診會本身 已經手軟腳軟 拿不動那個鋼 對 那這個情況之下 要去做說表的動作 或者做升息來講的話 我覺得理論上 他們都清楚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執行的步驟上 恐怕不會像預期這麼樂觀 尤其其他國家中央銀行 是不是有採取同步的措施 也會影響美國的態度 好 這現在 剛剛院長特別提到的 這個美國的川普的降稅 美國的減稅現在 這個營業稅 公司稅 35變21 那個是非常低的 就是說我看了大概歐美的 但那是法律上的稅力調整 並不見得是實質 是 那就大約都在30到35左右 它現在降到21 這個是幅度是大的 然後個人手頭稅39.6 現在變37 那這當中你看台灣其實我們 過去幾年大概都超增 你看到我們營利4月所得稅 大概去年508億 然後證件交易稅898 成長26.8 另外這個所得稅 得到4805億 這兩個最大大概快一兆 我們去年加起來是2兆 2326億 大概成長0.4% 大概超增776億 那降了一個美國降稅之後 川普把美國製造業 拉攏回美國 創造美國第一 我想這樣的一個效應 就前往低促流 那稅如果降得夠低 它當然會產生 這個資金移轉的效果 所以我們怎麼來評價 川普這次的減稅效應 那他對全世界其他國家 到底那個衝擊會有多大 對 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在美國稅改方案 在國會討論當中 歐盟五國的財政部長 就公開聯合寫信 跟美國財政部長 那個梅奈欣 就是說這個事情 他們覺得有意見 而且他們用的理由是說 會引起國際經貿上的不良競爭 所以他認為它是一種補貼 這種概念來看 那其實我在三年輕是演講 就講過 我就說國際的租稅部分 過去可能是在競爭 那未來可能走向合作 但是因為川普這一次的 這個稅改的話 又重新掀起這個國際租稅競爭 的一個風潮 那當然三年前我講那句話的時候 其實正在整個正在醞釀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OECD 透過所謂的這個MAA 就是共同的行政援助 這個這個概念 就是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這個概念 後來就現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Common Reporting System出來了 CRS出來 那其實那種情況 其實是一種國際租稅合作 所以任何人 尤其個人的所得稅 幾乎你沒什麼好逃的 因為一旦這164個國家 一起通報的時候 你大概就沒有什麼 可以逃避的空間 所以從競爭走向合作 但這合作還沒有完全成形的時候 川普這一招出來 又變成競爭了 對 又變成競爭了 所以這個情況 其實外面的分析已經很多了 大家都說會引起租稅 租稅的一個戰爭 但是我在前兩天 一篇文章也提到 就是說大家都看這個所得稅部分 其實還有一個遺產稅 對 大家要注意 遺產稅它現在一千一百萬左右 它那個起增額 很高 就是所謂它的門檻很高 它也很高 但是它更重要 它有一個附帶就是說 二零二五年它要廢稅 廢掉 廢稅 廢稅 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遺產稅本身當然從 我們從社會學理論 或經濟學理論來講 它是有很多好處的 因為它是累進的性質的 它不會影響工作意願 而可以消除所貧富差距 理論上是非常好的一個東西 但是很大的問題是 一旦有競爭的時候 你能不能刻得到 對 因為這個是 還有你稅率太高會避稅 對 而且你整個生 在整個人生當中 你有很長時間去避稅 不像所得稅就是一年 很長時間去避稅 所以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 最後都中產階級在付的稅 那真的有錢的豪門巨富 他老早規劃 老早規劃好了 所以這個其實 在某種情形下 是美國學者都講的是unwise 就不聰明的unfair 不公平的 理由就是這樣子 那這次的美國這個制度 就是二零二五如果說真的 它廢稅成功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一點 就是我們台灣中華民國 這些人 像經常會去移民 或是把戶籍移轉的 那幾個國家 其實現在都是沒有稅的 沒有遺產稅 沒有遺產稅 包括您可以了解的 就是這樣 我們常常有人去澳洲 有人去紐西蘭 有人去新加坡 香港 香港 新加坡 香港大概都是一個 2004年廢稅 新加坡是2008年廢稅 加拿大現在也是沒有遺產稅的 美國如果2025在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 其他有些國家 像北歐的挪威 瑞典 也最近這個世紀 都把這個 他們都很講究 這個所謂貧富差距縮短的國家 其實都在廢稅 所以這點我們要考慮到 這個遺產稅的一個競爭問題 我特別要請教院長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看到像Thomas Freeman 在2005年他寫了一本 就世界是平的 他講十部推土機 把這個世界產平 這種產平其實現在競爭 跟互相的比較無所不在 這種比較利益的觀念 比如貿易有比較利益 其實那個租稅也有比較利益 台灣去年一年 最顯著什麼 台灣的商用不動產 外國人成交是零 沒有外國人在台灣買房子 因為外國人除了房屋稅 地價稅大概扣掉15到20以外 你一次交易 一年之內是45% 兩年 一年以上就35% 你35再加原來20跟15 加起來50% 他到全世界 他一定不會在台灣買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灣有一些犯罪 我們刑法很輕 比方說毒品 台灣的毒品 如果你不要一級毒品 大概二級以下 我們通 台灣到目前對毒品很少判死刑 但你在菲律賓 在印尼 一抓到就死刑 對 我們早期有判死刑 印尼大概去年就 擊斃了台灣五個 毒品販賣的人 最近有11個判死刑 那個對我們來講都是觸目驚心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的國際詐騙集團 比方我們抓到機房設在國際的詐騙集團 我們大概最重判三個月 你被引渡到大陸去一判15年 三個月跟15年 到最後你會發現台灣 我們沒有成為亞太營營中心 結果變成亞太毒品跟詐騙中心 這個就很難看 這個就變成說 川普在這次的降稅 包括遺產稅降 台灣是在全世界少數把遺產稅 從10%變成20%的 那這個就是說 當別人在降稅 台灣目前這種租稅的結構 我們能有競爭力嗎 對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遺產稅或遺證稅 在理論上是很好的 我剛剛講過它相對於所得稅 它基本上它是一個累進的稅率 那它相對於一些其他稅 它又不會影響工作 醫院等等 又可以減少 我們理論上又減少貧富的差距 是這個很好 但是問題是說 你不是剛才主持人講 Thomas Freeman講世界是平的 其實那本書之前 在1990的時候 他寫過一本書 叫做《零置車與橄欖樹》 那本書 那本書你第一次提出 世界是平的概念 那就告訴你說未來的世界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國界的 尤其是針對什麼金錢 對 他講的三個東西 金錢 technology和information 這三個是沒有國界的 對 那今天沒有國界的情況下 那其實它很容易移轉 對 所以你一旦碰到這種狀況 我剛才提到台灣人很喜歡涉及的 幾個其他的國家或地區 對 他們都提升 他們如果沒有遺產稅都是零的話 甚至沒有遺產稅這個制度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很小心這個競爭的問題 譬如說 我再講一個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其實是有遺產稅這個稅目這個名稱的 沒有課 但實際上還沒有課 沒有課 那這個當然跟共產主義的那個教條是有關係 對 所以他有點猶豫 可是你想想看 我們喜歡涉及的幾個地方 都沒有遺產稅 都沒有遺產稅的時候 這我們是面臨一個競爭的問題 這一點我想政府應該要考慮一下 對 是啊 在遺產稅調整的時候 很多學者都主張課重稅 那我想 所以我上次特別提到在馬總統的時代 他在2008年之後 把一徵稅降為10% 50%降到10% 這九年當中 其實他八年的任期一徵稅 課10%跟課50% 結果只差了16億 這個是很有限的 但是現在 前後課的總和算起來 就差十幾億而已 對 所以這個就代表你高稅 你不一定課到重稅 那這個其實院長講這個 主著大家省事 這樣實在力量說 理產稅課58 我說你擺明要弄死台灣 這個我想不可行 另外一個就是 去年在上海成立一個 人民幣計價的石油交易所 那這當然我特別請教 這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台灣很少人去碰觸 就是說 一直以來美國的霸權 一百年 基本上是用美元才可以買石油 那過去我記得伊拉克的海山 提議用歐元買石油 那海山後來弄得很慘 被美國抓到美國去絞刑 那歐洲後來有歐債危機 那這個就是說歐元一度 要成為油援的時候 歐洲面臨很大的挑戰 這一次是中國大陸取油帶子 他開始要發行人民幣的油援 這個對未來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跟衛星撞地球一樣 他一定跟美國會撞在一起 所以最近我就注意到 川普在講話的時候 他已經卯足 卯上中國了 他說 中國跟俄羅斯試圖改變現狀 尋求挑戰美國 侵蝕美國的國家安全跟繁榮 然後他把俄羅斯跟中國 列為敵對強權 他們在音量人民幣作為油援的交易 他說兩國致力減少 經濟上的自由跟公平 增強軍力控制資訊流動 壓制社會擴大出生影響力 他說美國正面臨最危險的世界 這個院長怎麼看 這一次人民幣的油援 我看這個很精彩 對 我也同意主持人的觀點 事實上這個長期以來 我們一直有一種叫做 就是陰謀論 所以美國人從1944年 布列登聲明協定開始 其實就是鞏固美元的地位 這個有好處是 他變成國際準備貨幣 或者清算交易貨幣的時候 他有很多優勢會存在 所以後來歐元 甚至人民幣等等 都想挑戰這個 這是沒有錯 我想是有這種 絕對有這種intention 是要去挑戰的 剛才提到這一點 就是石油期貨的問題 馬上就要實施了 就開始交易了 對 那這個他本身石油期貨沒有什麼 但最重要是 他可以用人民幣來清算 交易 對 來做交易貨幣 來做清算的貨幣 這一點就隱含那個意思說 未來石油的交易 是不是也可以用人民幣 對 因為你一旦期貨可以的話 那現貨 我如果真的要執行的話 那現貨是不是也可以的問題 我覺得 我相信 我相信 美國這個 美金當初 美國人是有一些 conspiracy theory 有陰謀論的 另外一方面 我也覺得人民幣 也是有陰謀論的 對 因為從2009年 周小川在人民銀行的網站 發表一篇文章 那個文章題目很有意思 叫做 對於國際貨幣體系的極點意見 對 那你那篇文章 一個字都沒有提美金 但美國人非常緊張 從歐巴馬就跳出來講說 這個美元地位絕不可動搖 絕不可動搖 絕不可動搖 這就出來講了 他沒有提美金 可是那篇文章也很有意思 也沒有提人民幣 但是每一個人都說 人民幣想要挑戰美金了 對 所以其實人民幣 我覺得他想挑戰美金 是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2009年開始 他正式講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心裡 心裡埋的事情已經很久了 進行很久了 然後2001元講出來 然後後來在前年的這個 人民幣這個 進入SDR 像到去年 就是前幾個月 就是11月的時候 SDR滿一週年的時候 其實他就默默的 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如果從 雖然也許沒有正 沒有辦法去把周小川抓來說 把催眠問他 你清理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過我相信 他這個人民幣想要挑戰美金的 這個企圖 是應該從客觀的事實看起來 應該是很明顯的 但是這個衛星撞地球 會發生什麼效應 這個美國人一定是非常反應激烈的 從當初最好出來一篇文章 一個字沒有提美金 一個字也沒有提人民幣的時候 歐巴馬就跳出來了 其實那個時候 他就請那個 蓋森爾 就他財政部長講話就好了 財政部長有講 但是他覺得不夠 所以歐巴馬自己跳出來講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美國人 以歐巴馬那種比較收斂的個性 都會跳出來做這麼激烈反應的話 那川普做比較激烈反應 是理所當然 所以我們如果來估計 在未來幾年 比如說現在川普已經把這個話 講這麼白了 那這個已經敵對強權 那我想 我一直覺得2018年 全世界的經濟 看起來 美國跟中國的暗中較勁 似乎會有一些狀況 也就是說 在去年APEC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APEC現在看起來 老大是習大大 那川普這次是 大概清零點水一下 但是紅石他還提示 這個Indo Pacific的那個 印太的蓋架構 那我在想說 美國在這個中國主導的 亞太的區域當中 這個包括原來 去年演講也特別提到 TPP大概會瓦解 那這當中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CTR PPP 那個現在很長 但是我看這個由來 我看還是滿複雜的 那這一次 美國大概希望再把它 就是說印度 印尼這種 比較屬於民主的陣營的 一些國家拉攏來圍堵中國 所以這樣一個區域經濟的一個變化 到底可能會插撞什麼火花 美國當然又從提以前的 所謂圍堵策略 對 這個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一個事情 對 不過這個印太的這個戰略架構 其實連川普自己好像也講不太清楚 這個當年應該是 曾經日本人提過以後 有這個名詞 他現在重新把它拿出來 但怎麼樣講得很具體 對 所以目前比具體性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比這個TPP 過去的基礎來講的話 比較差一點 雖然TPP美國現在退出了 但是我想日本和這個 還是很有興趣來主導這個事情 對 甚至要想把它再擴大一點 對 那我認為這個其實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警訊 對 因為我們現在任何的雙邊和多邊的 這種經貿協議 對 我們大概參與的機會都很少了 那應考慮到兩岸關係的這種情況 那如果別人在加速成形的時候 尤其像歐盟已經跟日本也簽了 那我想他們有點互相有點賭氣 因為這個歐盟跟 因為英國脫歐的關係 所以他們都加速來談這些事情 在大家都加速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還在這邊完全不動 甚至還有點退步的話 那我覺得這是值得憂慮的 因為我們不要變成 國際經貿體系的一個孤兒 這就很麻煩了 因為過去我們常常講 只有北韓會變成 國際經貿體系的孤兒 那台灣現在很像 我們現在也很像 但是我們又沒有北韓的條件 對 北韓很多事情它可以 有點蠻幹 或者是意義孤行 台灣很難 它也有它的條件 我們是很困難的 所以這一點 我們一定要體認到這個狀況 所以我常常提起來 1989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政府採取一些措施 都是體認到我們的環境 我們要承認這個現實 所以那個時候為什麼 我們重返了亞洲開發銀行 重返了這個 所有國際的體育團體 參加國際的一些競賽 其實都是認清到這個現實 現在其實大家可能會忘了 環境更險惡 環境更險惡的情況下 你還不認清這個現實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麻煩的一個事情 好 去年一年我們看到 台灣的出口到3173億成長13.2 這是在近年當中 7年來最大的成長幅度 其實韓國更厲害 韓國的出口到5976億 它成長15.8 這當中半導體的產業的成長 扮演非常重要的力道跟角色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在2017年 其實那個基期都高了 這當中還有一個 我們過去有很多迷思 大家都覺得 台幣如果升值升太多 出口產業會不振 但去年好像有一個吊詭 台幣去年升的8%多 但是我們出口成長13.2 韓元出口這個韓元升值13.6 它比台幣升更多 但它出口成長15.8 所以這樣的一個態勢來看 就是去年整個來講 全世界經濟發展其實都很暢旺 基期也很高 所以這樣的一個出口成長的態勢 包括最近我們看到一個數字 南韓在去年 它已經把人均GDP 拉到3069 那它經過11年 從2萬跳3萬 我們台灣大概去年是24240 所以我們在2萬塊那邊 打滾了20年 到現在還在2萬塊的基準 所以很多人覺得台灣的成長 顯然是不夠的 那院長怎麼看 這一次在2017年 整個全球出口情勢這麼暢旺 2018年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這個我要現在再提到一下 國際貨幣基金 其實在2016年10月那一次 他已經預測這個 他說2017 2018 其實全世界都會很好 那到了去年2017年初的時候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曾經有一篇文章就講很有趣 他說今年經濟會很好 講2017 他說但是這些政治領導者 千萬不要以為是自己的功勞 對 因為全世界都會好 對 他這話沒講完多久 就有人對好路做了 第一個就是川普 對 川普就說你看我上任 才兩個禮拜 對 股票長那麼多 美國整個就好轉了 就是經濟學人講的 這種對經濟無知的情況的話 千萬不要講出來 就他就講出來了 對 我記得我們有個政府發言人 也講過這種 政府發言人也講過這種話 說你看我們這個新的執政團隊 就把經濟情況帶好了 其實不是 好是應該的 因為全世界都好 都好 像我們出口增加了 因為你看 整個全世界的國際貿易 水漲船高 也高了 就是說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勝過你其他競爭對手 我想那個是最重要 對 然後出口事情來講的話 也要看看你出口產品的結構 對 那個貿易條件有沒有改善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那這些其實大家沒有做一個 深入的分析 我想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 那您剛剛提到這個匯率的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 其實匯率從美國去年4月10月 兩次匯率報告 我們可以看出來 其實美國人是盯上我們 對 很明顯的 當然央行也很清楚 所以央行這次的手 就沒有伸進去了 央行很清楚 因為美國人的條件他知道 三個條件 對 一個是我們永遠達不到 兩個 我們永遠達不到的條件 就是說對美國貿易順差 超過200億 因為我們不會 因為我們都透過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這個不會達到的 還有一個是我們永遠 這個 沒辦法完成的 就是說這個 因為我們整個 經常這樣收益 但GDP比例太高 全世界第一名 對 這個我們也逃不掉 對 一個是打不到 一個逃不掉 所以我們唯有在第三個做文章 第三個就是說 過去12個月 你買進的外匯資產 有沒有到GDP百分之二 對 這個條件 我們每一次都是低空閃過 對 因為央行已經知道了 但美國現在加了一個觀察條件 什麼 就是說過去12個月 有八個月超過 我們這個是YES 美國人是寫YES 但是美國因為法規 他是12個月 對 所以十二分之八 他當然說不會當中到標準 對 所以我們逃過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要說 我覺得沾沾自喜 那美國人在匯率報告裡 最後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台灣這些 在匯率上的一些 intervention 一些介入 其實是不夠透明的 他在報告最後一頁這樣講 所以我 因為我們媒體大門只看第一頁 沒有看到最後一頁 這個是比較可惜 但是我們千萬要警惕這個事情 好 最後請教院長 我想比特幣 現在全世界的看法都不一樣 但2017年比特幣飆漲 這種加密貨幣 院長的看法 因為這個像巴菲特 他永遠都不會去碰比特幣 那很多國家都禁止 所以我們怎麼看到 這樣的一個加密貨幣 對 我大概三年前就寫個文章 講比特幣的問題 那我陸續後來寫了一兩篇 那我認為說比特幣 我到現在判法沒有改變 認為它是一個 commodity 對 是一個商品 它並不是具有貨幣功能的東西 對 怎麼可以看得出來 你現在想想看比特幣的價格 大家都說價格起伏很大 但是它作為一個交易來清算的 這個功能的時候 它那個是很平穩的 很平穩 其實甚至也沒有增加 所以表示說它只是一個 commodity 對 它還不能當作一個貨幣 它名稱取得很好 叫coin 中文翻譯叫幣 對 其實它沒有什麼幣的功能 對 那如果說我是巴菲特的話 我會採取跟它一樣的態度 是 但我也曉得說 在某一個圈子裡面的人 因為他過去花很多精神去做mining 對 那他會覺得說 這個繼續捧這個比特幣 那當然會不會造成像當年所謂 這個獄金花 這個mania 就是獄金花這個狂熱 最後的結果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從一開始看到這個比特幣 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它會走向這個獄金花 最後的泡沫 這個可能性 我是會認為會這樣子 那至於說它所使用的那個技術 像區塊鏈等等這些技術 我都覺得那個是很有用的 它用在很多地方可以使用 但是是不是用在幣上面 是很難講的 因為它的 畢竟它的交易的速度和效率來講 作為一個貨幣恐怕是有困難 這歐洲一個小銀行叫聖保銀行 它預測2018年比特幣會漲到6萬 然後中國跟俄羅斯聯手打壓 他說最後會退到1000美元左右 所以這個也是給大家參考 我想比特幣大概會很大的波動 這個也是代表在2018 看起來在連續全球的股市也好 所謂商品 連續漲了8年9年以後 我相信2018一定有更大的一個巨大波動 就包括美國的手錶 這個都是我們在過去幾年沒有過的 所以我想今天謝謝院長 擺盤當中來到我們攝影棚 來跟大家 謝謝 這是我講的 這個我們主持人料事如神 沒有問題 謝謝院長 謝謝 謝謝 我們等一下回來聽聽 江文森告訴他下禮拜的投資策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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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他